我是练白美的 我也没有看过他实战 我只看过他在电影里面的 表现的很能实战 但是电影都是假的 电影都是拍出来的 我们这个工作室 两三个埋不了我身的 你没有看过我那个时候的身材 曾经在一个擂台 一个人对七个 轮流的跟我打 我叫气带 对吧 我一直说实战 其实分为两个不同 我觉得一种是有规则的 就像我们自由国际一样 这种实战 有规则的实战 一种是无规则的实战 也就是截斗 我可以打七个 打下擂台 打完了我还站在那边 再来 我还跳绳 还跳绳 但他的实战能力咱不知道 他实战能力咱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打过比赛 他也没有截斗过 在那个武行界 他们叫我喝牛血的 找他 这个人喝牛血的 整个人是爆炸的 我没有看过他截斗 我也没有看过他 真正的上了一台打过比赛 所以你问问他的实战能力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他是有实战能力的 有实战能力的 如果你和成龙打哪个人 他可能功夫不是最正常的吧 他们是因为 山长一批 他们叫七小虎 其实不只七的 很多的一批 科班学监制 不是从小学经济 所以他们跟头啊 翻了都很多 经常在后面做一些舞诗啊 对吧 咱评论这些电影的演员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前辈 人家在电影行业里面都是大哥大 对不对 咱不能瞎说 咱也不能瞎喷 咱得有力有据 咱说人有没有实战能力的时候 咱得小心 不然的话遭黑 要是你现在跟李小龙是一个岁数 你们俩谁打得过谁 如果现在有同一个岁数 就如果状态一样的话 打起来会怎么样 让他赢吧 电影圈没有一个人是真功的 陈隆与人杰 曾子弹 没有一个是真功的 因为都是练功夫的嘛 有实战肯定是有实战能力的 那我还不仅不瞎说 我还得 对吧 有力有据 我说也不能瞎说呀 有力有据